旅客們瀑布是往下摔 新浦捷運站電伏梯圖故障 北捷二度召開記者會說明 因為有議員發現 出事電伏梯 近已超過使用年限六年 三年前北捷新浦站 曾申請用使用重置基金 更換高運量電伏梯 被打回票 目前北捷還有392座電伏梯 與其使用 該怎麼辦 北捷強調每年都有編列 電伏梯的維修費用 以近四年經費數據來看 一百零七年一百一十年 總編列四億元維修費 其中用於馬達和持輪修 大修費用 共計五千多萬元 我們實際上這個天賦梯 在一千一百九十四台 這樣的一個結構之下 一年大概會有三百出頭的 一個安全訊號 或是停機的一個狀況 只不過近期北捷頻頻出包 週三大安捷運站 帶行軌轉撤器異常 影響上千名旅客 能否加強安全維護 與行車安全民眾更關心 近新聞曹子函 魏林彥採訪報導